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 出手必死无疑 咱们不出奇招 难以置胜啊 我看黑白霜杀他们 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 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 我也吃了不少亏 既我怕万一他们失手了 这奖人奖励 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 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是啊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不行 晚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 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紧张什么 紧张什么 我只是吓下你们而已呀 别怕别怕 坐下坐下坐下 非云谱 我已经备了一剂萌药 吴松今儿逼死 什么萌药 独刀儿 将人将义 今天出发的时候 把他带上来 是吗 没看出来呀 蒋中兄弟的手段 见长了 我看你再混混 也可以带兵打仗了 来 喝酒 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 干杯 干杯 来 你 你是人 还是鬼啊 我是你爷爷 我送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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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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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过来 让我杀了他 五大哥 别管我 杀了他 玉兰 我一定要救你 蒋门神 亏你还是个男人 居然拿女人来逃命 跪下来 我叫你跪下来 不跪 我杀了他 五大哥 不要 还打老虎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五搜 你也有今天 踏过来 跑过来 五大哥 不要啊 去死吧 五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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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重 保 五大哥 五哥 五大哥 五大哥 也不是 心 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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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他 给我拿下 给我拿下 大金 小心哪 二弟 快走吧 走啊 走吧 走啊 走 阿弟 阿弟 你醒醒 你醒醒啊 这 是我 快点 走啊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 一定要挺住知道吗 你一定要挺住 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 二弟 你挺住啊 你醒醒啊 你可不能有事啊 二弟 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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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武松范霞如此大汗 你小子脱不了干系 快走 走得越远远 好好好 是谁 竟如此胆大 竟敢在都监府犯上如此滔天大案 大人 你看 杀人者 大胡武松也 又是武松 走开 走开 看你毛手毛脚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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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干嘛静那么勤啊 那你来 二娘 这五二兄弟 都睡了三天了 怎么还不醒啊 你怎么那么笨哪 我啊 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 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 你不想想 就他这脾气 要不是 我给他下了瞌睡药 他能塌什么 你说他这浑身的伤 能这汤好吗 行行行 这倒也是个办法 挺好的 对了 你下去 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 给端上来 好 等等 还有 你主妇二头 让他挑橙色 最好的身 给他再炖上 这伤药质 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不是 二娘 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身 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 他要是来哪儿怎么办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 你就说老娘嘴馋 把它全部都吃光了 他能怎么办 好 好 他娘个腿腿 我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 老娘我非往孟州城的那帮狗官 全部都给杀了你 谁 谁 二弟 二弟你醒啊 好 等等啊 我给你熬好的参汤 马上就来了 姐 二弟啊 你现在暂时别说话 到了这里啊 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 大姐都替你担着 王宽心 二娘 生汤来了 大哥 别起来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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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 先喝了汤再说 来 来 大哥 大姐 二弟啊 你啥都别说了 有多大事 大姐我都替你担着 你就是啊 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 在大姐这儿啊 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是啊 你啊 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养着 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大姐 这年头想做个好人之难哪 二弟啊 姐知道你心里 藏了太多的委屈 有啥委屈 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大姐 大姐 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哪 二弟 你想哭 你就别憋着 这憋着 会憋出毛病来的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二弟啊 瞧他们 把我二弟锦炼成什么样子了 等消停下来 老娘就跟他们没完 老娘会让他们 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 要不然 我孙儿娘母夜叉 那就白叫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 拿着观想的 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喳喳呼呼 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 不快搬头 在 你是负责本周补道治安的 你说说吧 大人 在下 在下以为 这么多的命案 是武松一人所为 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这还用你说吗 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可是 这话有两说呢 你想想 武松他不杀也不呆 犯下如此滔天命案 杀了如此多的人命 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 他怎么就能够 这么一说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大人 小的就这么一说 表面上来看 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 那是确信无疑的 但是 话又说回来 也不能排除那什么 大人 还是让大家说说吧 俗话说 人多嘴杂 屁多屎杂 保不齐 从哪个人嘴里边 能冒出点什么 那个 住口 这个 平日里欺压百姓 你的主意多的是 现在出了事情 却无擅策 混账东西 退下 是 是是 我早说了 我这岁数大了 脑子也不好使 扛书吧 在 你有什么想法 大人 有些事情 我还没想得太明白 不过 刚才虎捕头说的话 也并非没有道理 哦 那你的意思是 大人 请借步说话 退堂 你 你说是谁 要灭武松的口 借差王洪 王亮 我知道了 他们是环环相扣 包打包收啊 张都尖和蒋门神 他们肯定以为 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 但批家带锁 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 于是 他们便派了蒋仁讲义 表面上看 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 实际上 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 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 这样一来 这事情 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 还有 那蒋中机关算尽 最后却把自己的命 也搭进去了 吐小利者 必定是小人哪 蒋中跟张蒙方他们一伙 这是显而易见的 依你所说 这事出有因 那武松杀人 也就情有可原了 大人 他情有可原 但法理难容 刑事难容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打张旗鼓 缉拿武松 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这就显示了大人您 大公无私 秉公执法 好 也只能这么办 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 大人 人情大不过刑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 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你说的是施恩 对 好 好 有人没有 有人吗 这大清早的 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王老先生啊 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我说老爹 不能吧 昨天上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你这个后生啊 说话要有根据 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 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 我这年纪大了 记性差 我不跟你们抬杠 爱找谁找谁去啊 你你 胡不涛 你看这老东西 没见过他这样的 你瞎瞎 你想想 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 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 把他们给绝回去吧 就这个黄老先生 别说你我二人 就连咱们的康书办和陈大人 见到他都得让三分 你以为你是谁啊 回衙门吧 走吧 走走走走 怎么看来 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 您想想 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镖施恩 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 犯下如此陶天命爱 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大人 这虎捕头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还是赶快乘报上司 发海捕文书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大人 你别作嘴 牛三 你有话要说 大人 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大 大人 牛三他一向缺心眼 说话不过脑子 您别听他胡说 你闭嘴 让他说 是 牛三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是 大人 我知道在谈孟州地界 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是谁 就是十字坡 蔡元子张青 好 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是 其实想得早就知道 那个金眼镖施恩和蔡元子张青 还有那个母叶茶 孙二娘早有来往 那个武松来到孟州 听说就是张青夫妇 托诗人照顾 前些时候 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 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 跟都监府的流龙礼豹 还差点动起手来 我想武松就在 走 别说了 胡布头 在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十字坡 搜查张青的客栈 捉拿人犯 武松 大人您看 我这老韩腿最近又犯了 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不得退辞 办 胡大哥 您还跟着干嘛 不是 胡大哥 你看我 我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 赐武松啊 哦 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啊 哥几个 恭喜你发财了 是 恭喜兄弟啊 恭喜 别别别 跟我兄弟 胡大哥 要去 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 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别啊 今天是你牛三代退啊 这事儿是你鼓动的 你怎么能把热火盆 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我还就纳闷了 都穿一样的皮 就你知道的多 就是啊 你这叫鸡屎拌面 假卤 还搜十字坡 你当那张青算娘是吃素的 就是啊 你害我们吗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得三爷 你呀 结令吧 今天大伙听谁的 牛三爷呗 那好 跟着三爷去十字坡 走 走走走走 等等我 等等我 我杀了那么多人 从此以后 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你呀 杀得痛快 别买声叹气的 江湖怎么了 江湖草莽间 竟有英雄好汉在 这他娘的倒霉世道 贪官物理变天下 皇帝老二昏庸不堪 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 阿弟 你还算是客气的 要依着我呀 把那都监府 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 全都给杀光 保证啊 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大姐 你不能那么说 其实 也是有好人的 像是独剑府的马府老伯 还有那玉兰姑娘 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这笔账啊 大姐给你记着 你呀 就在这里 踏踏实实地养歇日子 把身子骨养好了 大姐啊 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 老板娘 怎么了 老板娘 不好了 地宝牛三带着一大帮牙医 奔咱们这儿来了 你先去看看 好 二弟 你躺着 你别动 踏踏实地躺着 下头 你跟着老娘多久了 就这么点出息啊 还什么谎啊 大姐 我还是 二弟啊 你就踏踏实地躺着 外面啊 就是天塌下来 你也甭管了 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 你就不是我二弟 知道吗 下头 走 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我也不怕您笑话 这我们家 整个以母鸡打鸣 我这使坏妖子拿钥匙 当家做不了主啊 对不对 有什么事 还得问我们二娘 只要她同意 三爷 她同意 你们随便搜 我说张大哥 今天这事 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 实在是武松这次犯的案子 太大了 陈太爷 发了签子 县令捉拿 甭说你这小小客栈 城里那施家宅院 我们也都搜了个底朝天 你们家谁说了算 我们管不着 但是在孟州 还是朝廷说了算 谁啊 那么大口气 吹得我这房顶 都忽闪忽闪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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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知道 这好厉害 怎么着 是谁 说要把我这儿 搜个底朝天哪 您这是要拿贼 还是要捉匪啊 这事儿 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官凭文书 私凭印 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 把我给拿了 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 在孟州到 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 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 也都有个说法 几位官爷 但凭你们长着耳朵 也该打听打听 我这客栈的大门 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二娘啊 您消消气 今天这个事啊 是 怎么着老胡 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不不不 今天不是我代班 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 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 有事儿啊 您找他 哪个牛三爷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 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是我 是我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 原来 是你小牛三啊 行啊 小子 出息得也够快的呀 都称上爷了 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 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 我也没有听说 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 行啊 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 那好吧 牛三爷 今天你说说吧 怎么个章程啊 没没没没什么 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 捉拿杀人犯武松 武松 这武松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认识吗 不认识 这武松到底是谁啊 不是 老虎 你 二爷 二娘 二娘 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 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 那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 弄不好 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 您是不是 让我进去看看呢 老虎 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 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虎面 多谢二娘 不过呢 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搜得着怎么办 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 大家皆大欢喜嘛 呸 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 说得倒是轻巧 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 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 您在我们这儿 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 知道的 说你们是例行公事 这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 你说 这还要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二娘啊 这个老虎呢 也是功务在身 没办法 是是是 他做不了毒 得得得 今儿啊 赶上老娘我高兴 就给你老虎个面子 老虎啊 我可跟你说呀 这也就是你 你 要是啊 换了别的那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 硬装着胡子 冲小老样的兔崽子 老娘我呀 还真不尿他那一胡呢 好 多谢二娘 搁几个 在 进去看看 好 都给我搜仔细点 大家都给我听着 你们搜归搜 可是 手脚得麻利点 到时候 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 可别怪老娘我 要讹你们 有没有搜到了没 搜过了都没有 是啊什么都没有 没有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东西 就是杂七杂八的 一些旧物件 好 没什么东西 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我们家没事不爬墙 没梯子 没梯子 狗子 爬上去看看 不行 我昨天扭腰了 我爬不上去 我 又是你个狗子 没用的东西 你烂泥糊不上墙 你 我这不是 我自己上 你 你操什么心呢 人家是官家的人 你要拦也拦不住 再说了 人家 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那你搜 等我搜到了 我堵上你这张嘴 你看 你搜啊 我等 好 你就给我等着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 你还真的不小心 把人家酒都打洒了 来 请来吧 没事没事 官爷 您有没有伤着呀 您没伤着了 那就好 要是 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 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 再说了 你就是一条狗 那也是官家的狗 你 你怎么说话呢 爷 你冲我叫什么叫啊 我一个乡下妇人 说话就是这么没情没重的 您 都都包含 你们 你们都别看着呢 这事搅和了 你们都跑不了 还不赶紧给我送 走走走走走走走 来 请请请 等等 怎么着 我说这位官爷 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 可也是内外都有戒的 你们家什么门风呢 我管不着 可是我们家 这女眷的住处 也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那您想怎么样 您是公家人 我一个乡下妇人 能把您怎么着啊 可是啊 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您要是在屋里 搜出点什么东西 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 我可以跟您走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您要是在这儿搜不出 什么东西的话 那您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放屁 你说得倒是轻巧 你们家你娘房间 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你这个人说话 怎么不干不净的 我呸 这 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 给你点颜色 怎么着啊 你就敢开染房啊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 是随随便便什么人 都能欺负的吗 小子 今儿 我话给你撂这儿 你要是懂事的话呢 咱们好说好了 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冲愣 蹬鼻子上脸 那姑奶奶平生 还就专门会调理 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你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废性 你少跟老娘比较你那破铁骗子 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二娘 老夫老妻的这房间 能看出啥名堂的啊 让他看 让他看 是 二娘啊 您也消消气 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吧 您高抬贵手 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那好吧 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 搜吧 搜啊 老娘看着你们搜 别看我呀 这事可是您找的 那您不进去 谁进去呀 你 别磨磨蹭蹭的 不要 忘了 不 快 没 不好了不好了 太爷少话 叫你赶紧过去呢 茶暖缓寒的季节 一抹抹心轮输着笑语 春风花雨皆然一 感谢心中一阵阵一连 跟时光太匆匆 对金花融却 因此更有情郎 配一对好姻缘 谈云云多作弄 是世界无常 看落花石流水中一场 飘渺穿泳 相见不见 相见不见的 一种说欢笑的滋味 如梦似环的情景 那处一片片旧事 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承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